叶罗莉,第六季开始这个小细节就暴露心灵会牺牲,你发,陷了吗? 叶罗莉第六季即将结束,可是给观众们留下更多的悬念。所以很多粉丝纷纷表示。 花了五年追了六季叶罗莉,才解开一点谜题。虽然如此一,就阻挡不了大家对作品的喜爱。 而且确实有些细节给观众提示结果,就好比心灵在叶罗莉。 仙子大战中会牺牲,从一开始就给了画面,这点你发现了吗? 在第六季最新一集中,叶罗莉圣级仙子VS心灵之战中,因心灵深在人类世界,本就用元神座位代驾守护叶罗莉仙子们。 从而导致实力太弱,在庞尊和独戏妃不需要出手的情况下,就被冰公主一人之力所击败。 徒卫大战场面,圣级仙子们都召唤出自己的灵兽,画面热,血又炫酷。 战斗到一半,水王子现身,本以为事情会有转折,可当水。 王子看到即将消失的冰公主,毅然决然地选择毁灭人类世。 戒 心灵更是绝望,再次祭出元神打算就此一波封印冰公主。 可是太天真了。 水冰兄妹联手,轻而易举地破坏其封印盾牌,心灵人神。 破碎将无药可救。 涂卫心灵即将消失的画面。 为了保护人类而不惜牺牲自己,她的守护除了仙境的仙子。 和叶罗利战士之道,人类却从不了解,很是为店长姐姐心。 疼啊。 心灵的法杖在她即将消失之际变成了一把药池落在书颜的。 手上,这跟书颜的魔法一定有关系。 因为书颜的魔法是时间,而读戏菲曾经说过,书颜的法术强大且危险。 那么后期编剧又将如何把心灵找回来呢? 埋下的伏笔特别? 明显啦。 第六季开始这个小细节就曝露心灵会牺牲,你发现了吗? 片头曲开始,王莫拿着这把药池站在大树之下。 小编当时看着动画中王莫的表情就知道一定不是好事。 满脸悲伤,对着这把药池有着诚恳的态度。 仔细看来不就是心灵的那把法杖变来的吗? 原来早在开场时,第六季中心灵会消失这点上,就给了题。 是,只是观众也不曾在意。 照这样的发展下去,看来故事即将延续到来年了,心灵会。 怎样呢? 马自不易,你的支持是小编的动力。 喜欢点赞,评论加关。 祝,每日分享更新。 叶罗莉,心灵欲知深死,提前不下计谋,人类世界无碍。 没想到时间过得还挺快,叶罗莉第六季也即将到了尾声。 而叶罗莉战士和想要毁灭人类的圣级仙子们之间的矛盾也。 越来越激化,可以说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。 而心灵面对这样的战斗甚至抱着必死的决心去面对。 但是曾经身为大仙子的他真的会没有任何后手,生死一战。 马 答案当然是不会。 心灵自己也知道这次的大战只有何? 与战,而叶罗莉战士们此时的能力还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战斗。 靠着自己仅剩不多的圆神之力相信也无法逆转这样的局面。 于是在战斗开始前就偷偷与其他两位灵犀格仙子订下赌约。 其中一位应该是严绝,还有一位女性就不知道是谁了。 赌约的内容就是奇纳会不会被诱惑放弃拯救伙伴们,保卫,世界。 奇纳当时看着外边异常的天气知道应该是伙伴们正在河滨。 公主在战斗,虽然她很想一直这样跟父母永远生活在一起。 但是内心深处却有个声音告诉她此时那些为了她可以放弃。 生命的伙伴们正在努力地为了全人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。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奇纳绝对与伙伴们并肩作战。 于是变身成叶罗莉战士后急忙赶去河边之园,但是在半路,尚被两个神秘人拦住了。 这就是上面小编说的与心灵有过约定的圣级仙子,奇纳布,想浪费时间直接施展魔法攻击他们。 可是强大的攻击竟然毫无效果,而这两个仙子却给奇纳开,出了一个近乎无法拒绝的条件。 就是让奇纳和她的家人都可以到叶罗莉仙境中生存,直到,这场灾难完全消失。 一边是自己从小就期待再次看见生活的父母,一边是关心自己的伙伴。 最终她还是决定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,阻止世界的灭亡。 趁两位仙子正在惊讶的时候利用塔罗牌中的国王。 皇后隔绝了他们,转身离去。 面对这样的结局显然不是她。 我们两人可以预料到的,后来的对话中透露出了心灵的信息。 所以小编猜测这应该是心灵防止人类毁灭留下的计谋,而 这两位仙子也将是最后的底牌。 不过有一点小编可能猜得不对,那就是两个穿着斗笨的仙。 子中男仙子也许不是言诀,因为声音听起来不像。 虽然最后心灵元神消散这样的场面不是大家想看见。 可是人类世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,而这两位仙子的身份相信很快就会呼之欲出了。 一边是自己从小就期待再次看见生活的父母,一边是关心自己的伙伴。 最终他还是决定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,阻止世界的灭亡。 趁两位仙子正在惊讶的时候利用塔罗牌中的国王。 皇后隔绝了他们,转身离去。 面对这样的结局显然不是他。 我们两人可以预料到的,后来的对话中透露出了心灵的信息。 所以小编猜测这应该是心灵防止人类毁灭留下的计谋,而 这两位仙子也将是最后的底牌。 不过有一点小编可能猜得不对,那就是两个穿着斗笼的仙。 子中男仙子也许不是言诀,因为声音听起来不像。 虽然最后心灵元神消散这样的场面不是大家想看见。 可是人类世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,而这两位仙子的身份相信很快就会呼之欲出了。